天呐 这种黏土风格的图片视频也太火了吧 朋友圈小红书抖音都已经刷爆了 明明丑丑的但莫名可爱 我之前呢出了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这种黏土特效的图片怎么做 超多人最跟我讲怎么进一步做成黏土视频的教程 于是我又来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将再和大家分享三款可以生成黏土风格图片的软件 以及黏土风的vlog和黏土说唱视频究竟该怎么做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在生成黏土视频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生成黏土风格的图片 在上个视频中 我已经介绍了用remany 美图秀秀等各种免费或付费的方法来生成黏土图片 大家如果还没看过记得去看哦 但是remany一周就要68元的会员费 实在是有一些小贵 而且现在的你免费试用一周是不是也已经到期了 然而呢因为这个特效实在是太火了 所以啊也有越来越多的app来跟封做这个特效 我这里呢也在给大家推荐三款做黏土风图片的app 顺便也给大家对比一下效果 第一个是unidream 这是一款手机端的AI图片生成软件 我们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它 打开app后可以看到 在首页的推广栏就有黏土特效 点击进去选择一张照片就排队生成啦 那这个的生成速度很快 我觉得大概一分钟左右就生成好了 unidream呢只能免费生成三次 但会员呢一个月是33元就可以任意玩 生成效果的对比我放在最后记得看下去哦 然后是妙鸭 这款app去年因为AI写真一度非常火棒 我当年啊也是拿它生成了各种AI神图 但是后来也慢慢淡出人们视野了 不过呢这次妙鸭跟风还是挺快的 也上了黏土特效 让我久违的再打开它来玩一玩 那首页这里啊就有关于黏土特效的宣传栏 点击进去以后选择一张照片 然后生成 那整体来说呢 妙鸭的生成时间是最久的 可能要5分钟左右 这是它的成品图 现阶段妙鸭前三次生成是免费的 后面呢每次生成需要消耗两个钻石 新用户会赠送10个钻石 最后是醒图 这款app我平时都是拿来批图的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滤镜还是蛮高级的 我比较喜欢 但没想到它们居然也出了黏土效果 打开app点击首页加号导入照片 滑动下方的功能滑块找到玩法 然后在热门这里可以找到黏土特效 我们可以点击它直接生成来看看效果 不过现在它这个黏土效果生成的图片呢 仅支持VIP用户下载 它的VIP是一个月18元 好最后我把之前用remony美图秀秀 以及今天我们用三款软件生成的照片 放在一起给大家对比看看 整体看下来你最喜欢哪个软件的效果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从静态的黏土图片 转为动态的黏土视频了 首先是一种比较适合懒人 但是需要付费的方式 我们需要用到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app 叫做Wink 在应用商店里搜索并下载它 完成后打开Wink 在首页这里找到AI动图 它可以把你的图片秒变live图 现在支持限时免费生成一次 点击它以后 我们选择之前用软件生成的黏土图片 记住一定要记得选的是 已经生成黏土特效的图片 这款软件只是加动态效果 并不会加黏土特效哦 那加满9张照片以后立即生成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视频 同时呢我再分享几个网上比较火的Vlog 棉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早安 就到了通知银响 这样的天气会继续维持 Have a good day 大家外出注意 可以熬一剧 做好防寒保暖的测试 当然 Wink只能免费生成一次 用的实在是不够爽 当然啦你也可以购买他的会员 一个月是18元 他这里也有很多别的功能可以用 比如他们的画质修复 就算是比较网牌的功能 但是我转念一想 他们这个AI动图 本质不就是图身视频吗 那图身视频我熟啊 比如我这个视频里就介绍了6款 纹身视频或图身视频 非常好用的工具 把图片放进去 让他们生成动态视频 然后拼在一起不就好了吗 于是呢我就挨个把里面的几个 工具用我生成的黏土图片 都试了一下 首先啊我觉得效果最好的 是PIXVERSE和PICA 打开PIXVERSE 点击CREATE 选择IMAGE选项 上传我们的黏土图片 当我保持所有默认设置项时 这是生成的视频 整体来说呢 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比较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试试PICA 打开它 在下方啊 这里上传我们的黏土图片 然后直接保持默认配置 点击生成 我们看看效果 PICA呢我觉得人物晃动的效果 更明显会显得稍微生动一些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我在那期视频里面提到的 另外几款软件 毕竟现在AI生成视频的效果 的确是不是很稳定 有些图片可能不太行 简单式换一张图又可以了 比如我让Rawway做的这个视频 前两秒好像还能看看 怎么后面开始突兀了 那把图片生成视频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拼在一起 做成一个长视频了 我这次用到的呢 是剪映 你可以自己从零开始做一个卡点的视频 比如我先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然后把它拖动到音频轴 工具栏之里有一个标记AI的标签按钮 点击它 剪映就可以自动标记卡点 比如我选择节拍一 我们就可以看到剪映自动 根据这首歌的节奏做了卡点 你只需要把视频添加上去 然后根据这些卡点调整时长即可 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懒得自己剪 也可以直接用剪映提供的模板 在上面工具栏这里滑动到模板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有很多预制的模板 比如切换到Vlog这里 就有很多已经做好了 所有包装卡点的模板 找一个自己喜欢并合适的拖下来 这里它会显示代替换的素材 点击以后 把我们自己的素材依次拖下来 替换即可 当然了 这个功能在剪映自己的APP端也有 而且模板我觉得是更多一些 这样用模板去剪视频 是不是简单太多了 那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好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粘土唱歌的视频该怎么制作 先给大家看一下成片效果 我这次唱歌用到的模型是阿里通意签问的 现在只能在他们的APP端使用 我们在应用商店下载通意APP 打开它以后 上方Tab 切换到频道 下面热门应用里找到全民舞台 立即点击体验 它这里不仅支持让图片跳舞 也支持让图片唱歌 我们这次演示的是唱歌 在下面有很多案例视频 选择一首你想演唱的歌 比如我就找到这个野狼disco 点击演童款 然后需要上传一张大头照 不过它这个大头照对人物无关的要求 还是比较严格的 我建议是相对正面 只有人脸比较正的图片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唱其他歌的一些效果 除了做粘土Vlog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特效 把它制作成像小羊肖恩一样的 粘土剧情动画 那关于AI动画的更多制作技巧和方法 我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里面 也做了分享 包括如何用AI创作剧本 如何画分镜等等 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查看课程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